好 那再来看一下悬挖钻 咱别闹 咱别闹 再来看一下悬挖钻 悬挖钻它属于机械一体化 当然我给你举这个例子 不是特别的对 但是就是方便你来理解 对吧 我们想在家里拧螺丝刀 当然那是一种螺旋钻 当然我们今天跟你说一下 大体的性质是一样的 螺丝对吧 你要拧螺丝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螺丝表面 是有一些螺纹对吧 那这个螺丝会缺缺 比如说木头或者图体等等 它在往里边拧的时候 这些螺纹会把我们这些木头 是不是给它 你往里边旋转的时候 它把这个木头就给它排出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来看一下 先旋转 旋转的时候开始削涂 削涂呢 你远远不断的往里边旋转 这个土呢 自己呢 就往外运出来 然后呢 泄土 当然我这个里边呢 也是需要什么 需要泥浆户壁的 就反复的往里边旋转 然后呢 反复的往里边什么 往外排土 那一般是用于蒙古土 焚土 沙土 淤泥土 人工回天土 还有什么 卵石和碎石的地方 所以相对然的话 它也比较好 但是呢 大家注意一下 只有大扭矩的时候呢 才适应于微风化烟囱 怎么来理解呢 你拿一个大螺丝刀 和一个小螺丝刀呢 你来试一下 对吧 你用小螺丝刀呢 你来扭一个同样的螺丝啊 同样的一个螺丝 你用小螺丝刀来扭的话 比较费力 但是呢 你用大螺丝刀的话 它就比较容易 那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如果是普通的情况的话 那肯定是 普通的土呢 是比较好的 什么蒙古土啦 焚土啦 等等 还有部分的卵石 但是如果说 你的扭矩比较大的时候 有很大的力的时候呢 我们才适应于啊 微风化烟囱 只有你有大扭矩动力的时候呢 才会有微风化烟囱 好 那来看它的特点 也是一个选择体 来注意一下 它是呢 什么机械一体化 对吧 我们是自己呢 往这边旋转 不需要你去接杆 所以呢 我们的工作效率呢 是比较高的 到了一种位置呢 我可以自动的去 较重相关的垂直度啦 等等 同时它的扰动呢 是比较小的 这是它的特点 好了 四种方法呢 我们来给大家说完了 我来下来找几道题目 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不说这些东西 下来做几道题目呢 我们再接着往下走 几种方法说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 在二件里边的话 是没有这个蒙古图了 都是一些什么 那个黏土啊 都是一些黏土 现在没有蒙古图 一说了 只不过一件的 还没有改过来啊 你看一下 下列不属于护筒的 作用的是 哪一个 稳定孔壁 钻头导向 隔离水 增强 装身强度 这个护筒呢 未来呢 它是要出来的 对吧 我们的装身强度靠谁啊 靠的是水泥火牛土 而不是护筒 答案是选D 再来看这道题 说用的是正循环 则你 护壁泥浆的循环呢 包括12345 则泥浆循环正确的是 那大家想想 我们这个泥浆呢 首先是在哪 是在泥浆池里 对吧 那有没有泥浆池 第一个是装 第二个是中心 应该是什么 应当时那个钻杆中心啊 他那个你看这也 他写的不是特别好 那然后呢 没有吧 就泥浆泵 还有什么沉淀池 没有 然后呢 谁来把这个泥浆 给他洗起来 应该是泥浆泵吧 是不是只有泵来吸水啊 那在这里边的话 也没有泵 那怎么办 我们把这个泵呢 压到什么 压到龙头上去 对吧 就是吸水 然后用水龙头往外排嘛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泥浆泵龙头 那所以呢 他是排在第一位的 怎么办 立马就知道去选B了吧 好 我们再接着往下走嘛 泥浆泵龙头呢 把这个泥浆呢 压到哪 压到钻杆中心 对吧 钻杆呢 它是空的 然后呢 压到什么 压到钻头 然后呢 流入装身 源源不断的往外流 流到沉淀池 沉淀池再流入泥浆池 所以能量是42315 啊 42315 好 再来看这个啊 虽然说你之前做过 但是咱们还是来看一下 才是说法中正确的是 这个地方说的是冲击钻 啊 冲击钻 好 第一个不适应于有孤石的 对吧 冲击钻呢 它的冲击率呢 是比较大的 什么地层呢 都可以用 特别是你有石头的 啊 更好 反正我不怕 对吧 砸为 怎么也能砸扶着它 所以呢 这个是可以的 开始的时候呢 避免呢 发生穿孔 打斜了 一般呢 是一慢 不一快 啊 一慢不一快 而不是一快不一慢 啊 一定要保重你的水头 对吧 净水压力 避免呢 发生贪孔 遇到清晰的岩石 我们回天卵石 来给它整平了之后呢 再去 所以呢 不是说不能采用 只是呢 我们要先去给它整平了 然后呢 再去接着往下钻 啊 好 所以这个是错的 然后呢 是选C 好 再来看这道题 悬挖钻机呢 一般使用的地层呢 包括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一般 对吧 那所以我们说过 他扭矩比较大的时候呢 才会用到什么 这些微风化岩层 这两个肯定是不能选的 为什么呀 扭矩比较大的时候呢 才会用到 而我这次说的是一般情况下 那什么 黏土啦 鱼泥土啦 碎石土啦 相对而言 比较软一点的 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岩层呢 肯定是不行的 只有在大扭矩的时候呢 才可以啊 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泥浆 有什么作用啊 第一个啊 悬浮钻扎 对吧 润滑钻锯 隔断孔内外空流 那冷却钻头 那在这里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是B选项 为什么不选呢 他说的是 减小孔内向外的压力 你想啊 我问说 这是一个孔 对吧 外面有水 里边呢 也有水 那你觉得 哪边的压力大比较好 是不是里边 有点比较大 外面一定要比较小呀 为什么 就防止我们说压力呢 往里边挤 可能会造成我们装身的坍塌 你可以往外挤 反正你这地方都是实习的图 没有任何的影响 对吧 没有任何的影响 那你这样的话 是综大孔内向外的压力 而不是减小 而不是减小 我是不是 我拿了那一部 是明明写的是 19版的电子版的东西 好了 那这些题目呢 我们说完了 大家把那个 那你们统一的改一下 改成粘土就行了 可能那个版本给我发错了 还真的是 明明记着是那一个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挖好了以后呢 要去做虫孔的检查与清孔 那来看 第一个 我们说有一个啊 什么啊 钻孔的直径 其实呢 就说明了 它的粗细 以及它的深度 还有孔形 就说白了 就是它的垂直度 它的倾斜度 是能够直接关系到 虫装的质量的 好 接着往下看 清孔的方法 对吧 我们刚刚说了 里边呢 是有泥浆的 泥浆里边呢 是有钻渣的 我们要把这个钻渣呢 给它清洗干净 那清洗干净的话 你来看啊 有抽浆 换浆 掏渣 喷射清孔 以及沙浆 置换等等 但是呢 我们就掌握住后面这句话就行了 其中呢 抽浆法 较为彻底 就是你把里边的东西都给它抽走 抽走了 什么都没有了 是不是特别彻底啊 好 这个是有吧 我看一下啊 对啊 我这个东西这里呢 都是对的呀 那那个版本 它估计给我发错了啊 就是有些地方呢 没有改过来 真的是 我拿的是依旧吧 你把那个地方改一下吧 改一下 怎么还在那纠结啊 好了 再来看一下清孔的质量 清孔的质量就说白了 就是我们清完了以后呢 看一下这个底部的钻渣呢 它的厚度啊 就不要特别的厚 对吧 你想想 我未来呢 是要浇注混凝土的 浇注混凝土的话 受力也厚 那下边有钻渣 钻渣呢 是软土 对吧 一受力了呢 它就会往下缩 所以呢 它的厚度呢 不要特别的厚 我们来看一下 摩擦桩呢 你稍作了解就行了 如果说桩镜 小于等于1.5米啊 它的厚度呢 就是小于等于200毫米 下面这个钻渣 如果说桩镜大于1.5米啊 长度大于40米啊 或者土质比较差的时候呢 小于等于300毫米 这个呢 稍作了解 然后呢 我们重点的话 是来看一下什么 是支撑桩 或者端撑桩 那大家想一下 端程桩的话 它的桩的底部 一定是应当在 持一层上去 对吧 因为你摩擦桩呢 主要是利用周围的图体的 摩擦力来承重的 而我们现在端程桩呢 如果说 它的持立层上 厚度比较大的话 大家想一下 我一往下受力 然后呢 我这个软土呢 一压缩 是不是这个桩呢 就会往下沉啊 桩往下沉 桥墩往下沉 桥墩往下沉的话 我们的桥梁呢 也往下沉 所以呢 你这个时候呢 就要注意了 哎 它的厚度 不能超过50毫米 如果不满足要求了呢 我们下放了 钢筋龙和导管以后呢 需要进行二次清孔 你要 然后呢 注意 不能用加深 钻孔的深度的方式 来代替清孔 一定要清孔 有人说了 我 我不清了呗 我把它往下 再把这个桩呢 再做深一点 你想想 你做的再深 我底部的钻渣永远还在那里 对吧 我是不是一压 它还是往下收缩啊 所以呢 我们该清孔了 还是要清孔啊 你往下一压 它往下沉 往下沉的话 我们的桥墩 桥梁都是要往下沉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都会受到影响 怎么办 一定要清孔 不能用加深钻孔的深度 来代替清孔啊 好 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钢筋龙的制作与吊桩啊 我现在拿着教材来走吧 好 来看着我们的这个啊 我们的你看钢筋龙骨架 对吧 那也是一样的 它要形成一个保护层 那在这里呢 也应当设置保护层后的垫块 间距呢 为数项呢 是两米 我们在上一节课 给大家讲的是上部结构 就是凉片在做的时候呢 是多少 是1.2米 对吧 而我们的这个桩呢 是什么 是两米 这你看啊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它们之间的距离呢 是两米 那如果说 这属于一个凉片的话 这个垫块呢 应当是1.2米 你不要记混了啊 红向的话 圆周处不能少于四个 就这一圈啊 围绕一圈 你看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就转一圈的话 不能少于四个 这个地方放了五个 特别的满足要求啊 满足要求 好 我们再接着往下 这个地方呢 就比较难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灌注水下火牛途 就说你想想嘛 我这个庄里 是有什么 是有泥浆的 对吧 我们不能把这个火牛途 直接倒下去 那你这样的话 遇到水呢 就会发生稀释 然后配合比呢 发生了变化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怎么办 我们用导管呢 从下往上来浇注 好 先怎么办 先放入一个导管 那在这里呢 你看他这个截面啊 这应该是一个 泥浆的截面啊 我们就假设呢 这是泥浆 对吧 好了 那在这 这里边呢 全是泥浆 全是泥浆啊 好 我们先放入导管 放入导管了以后呢 你看导管呢 是自上而下贯穿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个泥浆呢 会是进入这个导管里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水泥往下走的时候呢 遇到这个泥浆 那又会发生稀释 所以呢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或者说是 我们放入导管以后 放入一个隔水球 或者隔水栓 怎么办呀 正好卡在这个导管的底部 那你比如我现在就 放上一个隔水栓 这个隔水栓呢 不停的往下压压压 最后呢 把里面的水呢 又给它压出去了 它正好卡在这 或者说我先放到这 那有的时候呢 在这放一个隔水球 等等 就是我们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导管里边的水呢 给它隔离在外 好 那这个呢 它把这个隔水栓呢 放到上面 这个隔水栓的直径呢 跟我这个导管的直径呢 是一样的 卡的颜色合缝的 行了 开始往下 你看 开始往里边倒 混凝土了 混凝土开始往下倾倒 倾倒的时候呢 你会想 它往下走啊 走啊走 对吧 这个隔水栓呢 也是往下走 最后呢 隔水栓呢 是先跟水呢 发生接触 它把这个泥浆呢 往外挤 我们后面的水泥呢 是根本就碰不到它的 好 走 那这样的话 一下子出来之后呢 这个混凝土 哗 那么会发现 哎 隔 我们总办了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导管呢 基本上呢 就给它埋住了 一下 突出 出来之后呢 给它埋住了 埋住了以后呢 我们上部的这一部分呢 是接触着泥浆的 对吧 行了 我们还是想不停的往下倒 倒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混凝土呢 它会把我们上面的土呢 往上顶 就是说我们接触 第一次接触泥浆的这一块呢 它始终接触泥浆 就是我不停的往下倒 它不停的往上顶 啊 最后呢 我们顶出去 哎 超贯那个0.5米 最后呢 哎 我们就做好了一个桩了 这是我们贯注水下混凝土的 大体的一个步骤啊 大体一个步骤 当然我们来说一下 有人说了 你不要考虑那么多 如果说是隔水球的话 这个球呢 它有浮力的 对吧 当我一下来以后 这个球呢 它自己呢 就浮上去了 就不停的 你看 你泥浆呢 不停的往上走 这个球呢 是不是也往上走 它就出去了 那这个隔水栓呢 哎 可以怎么办 因为它本身呢 是一个石芯的 所以呢 你留在这底下呢 也没有做任何大的影响 留在这里边呢 也是可以的啊 不一样的材质 不一样的现场对待 你这个呢 你不用去究竟那么多 你觉得灌注水下火牛土 它到底是怎么走的就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要求 第一个 灌注时间 不能长于 首批火牛土的出凝时间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这里边的话 这是我们灌下去的第一批的 对吧 灌就源源不断的灌 为什么不能长于 这一批火牛土的出凝时间呢 如果要长的话 在我们的火牛土之间呢 会形成一条 施工缝 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了 断装 所以呢 不能长于 首批火牛土的出凝时间 一般用的 如果说时间比较长的话 要缠入缓凝剂 让它呢 慢一点凝结 最后呢 形成一条完整的装 那用的是钢导管来灌注 内径呢 一般呢 是200到350毫米 这个稍作了解 来看第三个 那在使用前呢 应当对这个导管上进行 水密承压实验 和接头抗拉实验 严禁用压器呢 来实验 就是说呢 虽然这个图呢 没有给大家体现出来 但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导管呢 是一根根的接成的 我们要保证这个导管呢 不会往里边渗水 所以呢 要做的是水密承压实验 同时 你会再接着往下看 我们呢 边浇注火牛土 边往外拔导管 对吧 因为你是导管呢 是接成的 所以呢 我们在拔的时候呢 不要把这个导管呢 给它拔断了 所以呢 要做的是 接头抗拉实验 或者抗拔实验 严禁用压器呢 来施压 没有用 因为我们主要测的是什么 测的是它的水 漏不漏水 你漏不漏气 跟我没有关系 好 再来看我们的第四个 第四个呢 是首批灌注 混凝土的数量 能够满足导管 首次埋制深度 一般呢 是埋一米 同时呢 要填充导管 底部的需要 这句话 怎么来理解呢 还是来看这个图 我们还是看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第一次 交注的 第一下混凝土 它应该怎么办 第一个你会发现 这个导管的底部 是有一个空隙的 对吧 我们交注的火凝土 应当把它给覆盖住 是吧 然后呢 还得把这个导管呢 给它埋制上去 一般呢 埋多少 埋一米 就是这是我们第一批 火凝土的一个厚度 大约多少 第一个 大至少埋 把这个导管上埋一米 然后呢 外加下面的这一个空隙 啊 就是这个 那好了 那我到底交注多少呀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是2017年 17年呢 一键呢 考虑这个地方 就说是我首批 灌注的火凝土 就这 到底灌注了多少呀 那你看 出现V的话 那又是体积 对吧 体积的话 你会发现 那这个装属于什么呀 它是一个原柱体 对吧 原柱体的话 你来看 啊 它总共呢 它是分为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 是我们的这一部分 同时呢 在导管里边呢 可能呢 还留有一部分 就是说我灌注下去之后呢 可能导管里边呢 还存了一部分 没有下来 所以呢 有两部分组成 一般来说 我们主要把前半这个呢 给它求出来 就可以了 啊 当然 如果在题目里边 还有后一部分的话 那你也要注意后一部分 你比如呢 在2018年的 二建的施政务里边呢 只需要你把前半 这一部分挑出来 也说 我们的这一部分呢 给它求出来就行了 不需要考虑 导管里边呢 还存有多少 行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体积到底怎么来的啊 那你想想嘛 我们的体积呢 都是长 乘以宽 乘以高 对吧 这是我们的长方体 而现在是一个圆柱体 圆柱体的话 怎么来呀 啊 怎么来呀 那你想 这个地方呢 是四分之π地的平方 对吧 那你想 这个地的话 是桩孔的直径 那一个圆 圆的面积 怎么求来这 圆的面积 等于π2的平方 2什么 2的话 就是我们的半径 对吧 那这个地方呢 是用地 用直径来代替的话 那就是半径等于二分之地的平方 对吧 等于什么 四分之π地的平方 就是我们的圆的底面积求分了 然后呢 再怎么求体积啊 再乘以它的高度就行了 就是底面积乘以高度 那在这里呢 我们的这一块呢 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呢 是导管的底部 距离空的底部 叫做H1 第二部分呢 是我们埋至导管的深度 叫做大H2 所以呢 这一块呢 就是四分之π地的平方 乘以H1加H2 好了 那可能我这导管里边呢 还留有一部分 对吧 那这一部分呢 怎么来求呢 就是这一块 你看 也是四分之π地的平方 这个D呢 指的是导管的直径 啊 好 乘以H1 那导这个呢 我们都好去求 这个H1怎么来求呢 就这一块怎么来求呢 一般呢 这个地方呢 来给大家说一下 你会发现 这是我们的坑的 剩余的深度 就是还没有填的 叫做HW 对吧 那这里边的话是什么呀 是泥浆 泥浆呢 它有一定的密度 那这是导管 导管里边的话 这是我们的什么 导管里边 混凝土的深度 叫做H1 里边的话是水泥混凝土 水泥混凝土的话 也有一定的密度 对吧 我们要保住内外净水压力持平 所以呢 他们两者的东东公式呢 是相同的 那这个时候呢 稍微一等于H1等于 是吧 HW乘以RW密度 R代表密度 除以一个R就行了 那你会说 这个的话 我记不住啊 一般来说啊 如果在题目里边 给了你啊 我们泥浆的密度 给了你啊 水泥混凝土的密度 才会让你去求这一块 如果说没有给你的话 这一块呢 你可以不用去考虑 可以不用去考虑 你只要把前面这一块 给我记住就行了 这是我们 这个啊 你别催我 招啥急呢 好了 那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有人呢 之前也问过我啊 说 这个导拐的厚度 我要不要减掉啊 咱 咱做人 不要这么酷啊 你别什么东西都给他 你做项目经理 也不再这样的啊 就是这一部分的话 你忽略不计就行了 这有人问过啊 咱别这么酷啊 别这么省 这一部分呢 就忽略不计就行了啊 好 那再接着往下看啊 再接着往下看 我们呢 边浇注混凝土 边往外拔导管 但是呢 要始终注意一下问题 我们这个导管呢 要埋 这个导管 一定要埋到这个混凝土里边呢 大约2到6米 为什么呀 不要太浅 太浅的话 这个泥浆呢 可能会流入导管里边 形成断桩 也不要太深 太深的话阻力过大 你拔不出这个导管来 所以呢 要保证这个导管呢 埋至2到6米就行了 好 再接着往下 我们的 为了防止钢筋骨架上浮 我给大家画一下 这是一个桩 然后呢 在这里边呢 已经掉放了钢筋笼了 好 那你为了防止这个钢筋笼呢 往上漂浮 我们应该怎么办 当灌注混凝土的顶面 距离钢筋骨架底部 有一米的时候 这是钢筋骨架的底部 这是混凝土 混凝土的顶面 这是钢筋骨架底部 它们中间差一米的时候呢 我们要减缓速度 因为你如果说 胶筋速度比较大的话 反向的冲力呢 也是比较大的 你把这个钢筋骨架呢 往外顶 好 然后呢 就开始往上 慢慢的往上跌 胶啊 胶 胶到什么 当混凝土半合物 上升到骨架底口 四米以上的时候 这是骨架的底部 我们往上走四米 大概在这 对吧 我们的半合物呢 已经 这是四米 已经把这个钢筋骨架呢 给它覆盖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拔导管了 往上提导管 导管的底口 高于骨架底部两米 假设在这画一个竖线导管 这是底部啊 在这距离它两米的时候 往上拔嘛 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的速度了 这几个数据的话 你稍微的看一下就行 啊 最后呢 为了为了保证 这个钻孔灌注桩的一个质量 我们一般呢 要的桩顶呢 要比实际标高呢 高出一定的高度 一般呢 是不小约0.5米 假设呢 我的桩呢 设计长度呢 是10米 你要灌注到 灌注10.5米 最后呢 把这0.5呢 给它凿掉 对吧 要保证装饰的质量 凿装头嘛 多灌注0.5米 好 那有人说了 老师呢 我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啊 我们来看这个图 对吧 我们可以怎么办 你看 我这是一个钢筋龙 对吧 我在这里卡上一块 卡上一块的那个棍 它往上扶的时候呢 怎么办 它就卡在这了 对吧 我们把它固定在这个钢护筒上 也是避免它往上扶 这也是一种措施啊 这也是一种措施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做一道题目啊 你不用管我讲的快慢 对吧 咱把东西学完了就行了啊 大不了下节课再讲嘛 现在这么多课呢啊 不用到底啊 不用到底 好了 我们来看这道题 某大桥呢 为连续钢购桥 来出现这个地方呢 不需要干 出现钢购桥的话 我们以后呢 会学到 出现钢购桥的话 你就注意一下 立马就想到 它不需要去做临时支撑啊 桥块呢 是这样的 左右两侧呢 桥块呢 是75米 中间呢 总共呢 是有6块 每块呢 是120米 纸区呢 地层 从线往下呢 以此为这些乱七八糟土 也是不需要你去考虑的 主桥呢 采用的是钻孔贯柱装基础 每个吨位呢 总共呢 有八根装 啊 就是 红着来走的话 总共呢 是有八根 地衬布置 现在一号跟九号吨位呢 它的桩呢 直径呢 是1.5米 啊 在这出现了啊 一号跟九号呢 是1.5米 其余的呢 均为1.8米 就是它的粗 这个桩粗呢 1.8米 所有的桩长呢 都是72米 就是深72米 啊 施工中呢 发生了如下事件 我们来看事件3 把事件1和事件2呢 先给省掉 事件3 那这个钻孔 即你将循环视义图呢 如图无所示 请呢 D呢 在哪 在D在这 这是钻头 E呢 在这是钻杆 F呢 是回旋装置 就旋转 G呢 是输送管 然后呢 方式呢 是怎么 先往 这是箭头 对吧 往上 往上 然后呢 往下一压 然后呢 再往外走 这属于什么循环 重的还是反的 A属于个重循环 对吧 属于重循环 那在这里吧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A是什么东西 A是什么东西 A的话是往上吸的吧 吸的话就什么 叫做泥浆 泵 对吧 泥浆泵啊 最要写全点 我为了省血 我写了个泵 那这个B呢 是什么呀 这个B的话 就是泥浆池了吧 是不是往上吸泥浆啊 泥浆池 那C呢 C的话 你看下面都是渣渣 是吧 沉电池 是吧 沉电池啊 好 那世界四 那三号吨的一号装 清孔之后呢 三号吨的一号装 那你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说了 一号跟九号呢 直径的是1.5米 那三号呢 三号呢 是1.8米吧 对吧 这都是隐含的条件 后面呢 也会用到 对吧 我先跟你说了 它用的是直径呢 是1.8米 啊 用侧身锤 侧得 孔底到 钢护筒 顶面呢 为74米 水下货 灌注混凝土 采用的是 直径呢 为280毫米的 钢导管 安放导管的时候 导管的底口 距离孔底呢 有30公分 导管总长 76米 由1.5米的 2米的 3米的 三种阶段的导管呢 组成 那必须要保证 首批火凝土呢 霉质深度呢 是1.0米 如5 钢2所示 我们来看一下 5钢2 就这个图嘛 什么意思呢 来 这个0.3指的是谁 是不是这是孔口啊 这是孔口吧 距离这个 桩的底部 这个H1等于 0.3米吧 就30公分嘛 0.3米 然后呢 我们说霉质深度 这是这个H 这应该是 这个 这是H2 这是我们的首批的 埋制深度吧 多少 是不是1.0米啊 所以呢 我们首批灌注 混凝土的 深度是多少 深度是1.3米吧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图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导管的 深度是多少 多少 导管的长度 76米吧 对吧 好 还有一个什么 74米 什么意思啊 测得孔顶 距离刚护筒的顶面呢 为74米 哪呀 这是我们的孔顶 这是刚护筒的顶面 它们中间的距离呢 是多少 是啊 74米 也就是说的 什么呀 你会发现 H1 H2 H3 加起来的话 是74米 是不是这么一个数据啊 去年没有讲 这不今年讲了吗 你这纠结我去年的事情干嘛呀 这个的话 你没有问题吧 先来看这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别问我 再别问我怎么来的 刚刚跟你说了啊 别再瞎聊啊 好 再接着 其中呢 H1呢 为孔 装孔顶 到导管底端的距离 H2呢 为首批火牛土的埋制深度 H3呢 为孔内水头 或者泥浆顶面 到孔内火牛土顶面的距离 H1呢 为啊 那个导管内火牛土 高出孔内火牛土顶面的高度 就是啊 这一块 对吧 H1 好 且孔内泥浆顶面呢 持平 孔内泥浆跟互同顶面持平 就说了 我们的泥浆呢 就到的什么 就到这个钢互同的顶面 就变相的告诉我们了 就是啊 H1加H2加H3呢 等于啊 74米 他们都是持平的啊 好 再接着 且混牛土的密度 等于2.4克每立方米 泥浆的密度 等于1.2克每立方米 坏了 告诉你这个数据了 如果没有告诉你的话 其实呢 就是不要求他 如果告诉你了 那就说没有 要求他了啊 好 然后呢 在三号蹲的一号桩 持续灌住了三个小时以后 测得 混牛土的顶面 已经灌了不少了吧 顶面 距离高护筒的顶面呢 为47.4米 此时已经拆除了 3米的导管 4节 2米的导管 5节 就是我们说边胶筑 边往外拔呀 边拔边拆嘛 拆了多少了 拆了是3乘以4加上2乘以5 拆了22米 就拆了22米了 那这个这个我等会来给大家说这道题啊 我们先不管它 来我们来看一下世界6 采取了如下做法 在钻孔的时候呢 才能是空心钢制钻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水下灌注混牛土前 对导管尽销 压气施压实验 是做这个吗 我们说做两个 一个呢是水密成压实验 一个呢是接头抗拉实验 没有这个压气实验 对吧 哎不对 我想揍你这个4688 蹦送混牛土 掺入蹦送剂 减水剂或缓凝剂 没有问题吧 这个是我们之前学的 灌注混牛土 注意测量混牛土顶面高层 灌注至装顶标高时 即停止施工 对不对 就是达到了我们的设计位置 就要停止 水压可以啊 哎不对吧 用它超贯0.5米 好再来看 用于装身混牛土强度平定的混牛土实验 至于装处尽销 同条件养护 来这句话对不对 超贯0.5米对吧 至少0.5米 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养护 因为他说的是强度平定 你如果说是张拉强度百分之多少的时候呢 我们说应的是同条件 但是如果进行平定的时候呢 应该是标准养护 对吧 标准养护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第一问 说完了 然后呢 第四问 说完了 剩下就是啊 第二问和第三问了 他让你计算一下 H1的长度和首批贯注混牛土的数量 那保留两位小数 π呢取3.14 他不告诉你 你也知道π等于3.14 对吧 你别说3.1415926 那就是3.14啊 这是我们从小到大学的 就是如果没有告诉你的话 也是取3.14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这个题里边 H1让你去求 我们怎么求来着 我们说了 这个里边的压力 应当跟外边的压力呢 是持平的 对吧 怎么来持平啊 就是这个泥浆的高度 H3 乘以啊 泥浆的密度 等 假设是3吧 等于 什么呀 这个里边 水泥混牛土的高度 乘以啊 水泥混牛土的密度 对吧 这样的话 H1呢 就等于什么 H3 乘以 23 除以这个2 等于什么 H3呢 刚刚告诉你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 H1 多少 在这 是0.3 H2呢 是多少 是1 总长呢 是74 这样74 减掉0.3 减掉1 是不是就求出了 H3的高度 23呢 也说了 应当是1.2 这个的话是2.4 这样一除呢 我们就得到了H1的一个 是吧 好 剩下就是首批灌注混牛土的 那在这里呢 是有两部分 一部分呢 在这儿 一部分呢 是不是在这儿啊 就是什么 公式呢 其实你往里面套公式不就行了吗 V等 这个地方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走几步 走两步 刚才给你公式呢 是一个整体 我们走两步 第一个呢 是首批灌注这一块的一个量 对吧 等于的话 V1等于四分之πd的平方 乘以H1加H2 那D是多少 D是多少 哎 你们这东西 这是真题 你们别说我搞笑 对吧 我发现你们特别搞笑啊 哎 咱 咱 咱别那样 行吧 这道题目呢 会给你啊 会给你 在我们的那个什么里边 是吧 用刀是多少 用刀是1.8吧 是1.8吧 对吧 啊 1.8 对吧 四分之啊 什么 3.14 乘以1.8的平米 然后乘以啊 1.3平方 那我这个答案里边的话 好像把这个平方呢 给大家写下面了啊 你看 给大家看一下 H3等于74 减1 减0.3 等于72.7 H1呢 就是72.7 乘以1.2 除以2.4 等于31.35米 你别纠结 人家 人家给你什么 你就算什么就行了 怎么那么厉害呢 对吧 这是考试啊 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个平方啊 是1.8的平方 不是1.8啊 你大家自己改一下 1.8的平方 3.14 乘以1.8的平方 这是D嘛 再乘以1.3 除以4 啊 这是算数第一个 然后呢 你再算一下 导管里边的 就是3.14 乘以0.28的平方 这也是平方 这个0.28哪来的 0.28哪来的 是不是就是个导管的直径啊 导管的直径在哪 在这吧 是吧 280毫米导管 对吧 它的直径嘛 就导管里边的嘛 啊 在这 然后呢 再乘以那个H1的一个 最后呢 除以4啊 这样呢 一相加的话 等于5.54立方米 啊 5.54立方米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问 第三问说 埋质深度是否符合要求 埋多少啊 是不是要买2到6米啊 只要在这个范围里边就可以 那我们回到前面这个地方啊 就是用这个呢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那现在的话 我们是不停的来浇住火牛土 对吧 浇到多少 那我们就开始浇啊 浇啊 就浇到这儿 下面这都是火牛土 这是火牛土的顶面 我就不画图了啊 这个导管的长度呢 是76米 好 那火牛土的顶面 怎么办 他怎么说的 火牛土的顶面 到钢户筒的顶面呢 为47.4 哪呀 就这儿 火牛土的顶面 到钢户筒的顶面 就这一段 是47.4米 啊 或者不是这样 就用这个吧 这就是我们火牛土的顶面 对吧 然后呢 距离它的顶面呢 是47.4米 下面呢 就是问你 它的一个埋制的深度是多少 对吧 那怎么来求呀 其实呢 你来看一下嘛 我们已经怎么 已经拆了22米的导管了吧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 我们已经浇住了22米的一个火牛土 当然这个图的话就是 就有点不对了 对吧 你说我们已经浇住了22米的一个火牛土 说导管以下 已经拆了22米了 就这一块呢 假设是22米 对吧 然后呢 这一块呢 是未知数 那在这里边的话 我给大家改一下 就是这里边 H1等于22米 我们已经浇了这么多了 因为你拆了那么多导管嘛 边浇住边拆 拆了22米 说明你已经浇住了22米了 这个H1是22米 H2呢 是X H3呢 等多少 等于47.4米 其实把这个他求上就行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 对吧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大家说了吗 0.3啊 对吧 是吧 我刚刚给大家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是浇住的火牛途 还有一个点 是不是一路了 什么点一路了 就是我本身下面的话 应当是有一定的埋制的深度 就是说 我正常的话是这样的啊 我拆了22米 代表呢 我浇住了22米的火牛途 但是你别忘了 我本身的话 导管底部一下 还有个什么 还有一个0.3米的空隙 所以呢 我除了拆了22米的一个导管 我还要额外的加什么 加上0.3米的一个空隙 这是我们刚开始教的 那现在的话 就懂就是用 我到底用76米呢 去减呢 还是用什么 用我们的74米呢 去减 其实呢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所有呢 都是以什么为一句 都是以到钢护铜顶面 为什么 你看在这 也是距离钢护铜顶面呢 为多少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定好了 所有的都是以 钢护铜顶面 作为一个依据吗 对吧 那好了 多少 就是74米吧 74 减掉22.3 减掉47.4 最后呢 等于一个数值 等于多少 最后的话 是等于了 是4.3米 4.3米的话 在2到6米之间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对吧 我们就重新来 那我们就 给大家重新画个图 这个图呢 来给大家画一下 好了 这是一个桩 给大家画一下 我本身底部呢 是有 0.3米 已经焦好了 就是本来留在3米 这是一个空隙 对吧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导管 已经 焦了 好 埋在这 对吧 就是下半呢 已经拆了 这一部分呢 是已经焦完的 就是把导管呢 已经拆走的 多少 是22米 这一部分的话 是埋制的 是x 这一部分的话 是混凝土的顶面 这是钢护桶的顶面 距离参数的话 是47.4米 最后呢 它们总体的加起来是 多少 是74 对吧 就是74 剪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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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是等于这个 好了 这道题的话 确实代表了一定的难度 一定的难度 好了 我们今天马上就到这了 为什么讲1.3 刚刚跟你说了呀 你看我在讲的时候 你根本就肯定是没有听 你也别跟我讲啊 肯定没有听 对吧 为什么要减0.3 你看嘛 这个导管的底部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或者用这个来看 这个导管下面呢 本身呢 就有0.3 对吧 这个呢 不算的导管里边去的 然后呢 从这往上走 这一部分的导管呢 是22米 我已经给它拆掉了 对吧 就逛到这了 啊 这些东西都拆掉了 我再接着往上面 有一定的埋制 重新画一下 这是我本身就有的一个空隙 然后呢 我不停的浇 拆了22米的导管 就代表呢 我浇住了22米 这个地方呢 都已经浇好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22.3米的一个深度 对吧 上面呢 我埋制了一定的 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要求的X 这是我们混凝土的顶面 混凝土的顶面 距离钢互统的距离呢 是47.4米 就这样来走的 圆柱体 这个事情都给你数值了 都给你数值 你最好再去听一下 我刚才给你讲的 我刚才给你讲的 干嘛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